2021年8月24日 对于俄罗斯军工是个好消息 俄罗斯空天军 图1160战略轰炸机发动机的生产商 库茨捏佐夫设计局接到一个大弹 俄罗斯防空不确定 以75亿卢布采购第二批 8台NK3202涡扇发动机 折合人民币7.44亿元 也就是每台NK3202涡扇发动机的价格为 9300万人民币 这说明一个问题 俄罗斯徒布列弗设计局 和喀山飞机制造厂 副产图1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已成定局 外籍对于俄罗斯军工是否有能力 重新生产图1160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疑问可以取消了 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主要得益于四台NK32涡扇发动机 借资料介绍 NK32涡扇发动机 单台最大推力137千牛 最大加力推力245千牛 245千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45千牛相当于25吨的推力 这个推力比F35隐形战斗机使用的 F-35涡扇发动机的最大加力推力还要大 我们常见的AL-31F涡扇发动机 最大加力推力仅为125千牛 相比NK32涡扇发动机也相差甚远 可以说 目前能够制造生产这种巨型小寒道 加力涡扇发动机的国家太少了 俄罗斯军工还是有一些底蕴的 关于图1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 从1984年开始至2018年 当时的军工和现代的俄罗斯军工 累计生产了36架 其中包括9架原型机和27架量产型 目前俄罗斯空天军实际装备的数量 仅有17架 其中还有一架2017年刚刚服役的 图1160M2战略轰炸机 而另外19架图1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在哪 基本上都毁在了乌克兰 至于当时是怎么毁的 就不再赘速了 目前俄罗斯空天军 现已17架图1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有一架是2017年生产的图1160M2 这架轰炸机并非全新生产 而是利用20多年的部件组装而成 如今俄罗斯国防部决定采购的 NK3202涡汕发动机 就是为了装备全新生产的图1160M2轰炸机 对于俄罗斯空天军而言 这样的消息简直就是一记强心针 当然 对于轰炸机的生产商 喀山飞机制造厂和库子耶斗夫设计局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毕竟这么多年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了 目前采购的NK3202涡汕发动机 是NK3202发动机的改进型号 其最大推力变化不大 主要是提高了发动机的可靠性和经济性 以及寿命 其中采用了很多俄罗斯军工最新的技术和材料 图片中可以看到 NK3202涡汕发动机与成年男子的比例 可以看到 NK3202涡汕发动机是一台巨大的发动机 根据俄罗斯最新的消息 NK3202涡汕发动机的非加力版本 也已研制过程中 将用于俄罗斯空天军 下一代隐身轰炸机 PAKDA 以及NK32核心机研制生产的 PD30涡汕发动机 是俄罗斯新一代宽体克机和安124的发动机 可以说 NK32系列对于俄罗斯军工和民用航空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人好奇 单台最大加力推力为25吨的发动机 有多大 据资料介绍 长度约为6米 直径1.46米 空重高达3.4吨 也算是一个大家伙了 关于图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生产情况 我们会陆续关注 这型武器应该是目前俄罗斯军工航空工业 作战性能最强大的单件武器 一台NK3202国陕发动机的单价 9300万人民币 一架图160轰炸机需要四台 四台发动机的采购价格叫3.72亿人民币 那么副产一架图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需要多少钱 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了 前几年最新出厂的图160M2战略轰炸机 但它并不是重新制造的 而是用苏联解体后仓库内 库存的零散件组成的 当然航电系统等重要装备是重新设计 图160是目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其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没有研制隐身轰炸机的情况下 图160还要坚持服役30年时间 但它这种轰炸机已经开始落伍了 随着科技进步 亚因素隐身轰炸机 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俄罗斯不知道在下一个回合能否跟得上 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件让世界震惊的重大事件 那就是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 很多装备以及技术 纷纷散落在其他加盟国 这引得很多国家想去这些 前苏联的加盟国去讨一些装备 挖一些技术 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而中国一眼就看中了 乌克兰手里的19架图160轰炸机 对于当时还没有战略轰炸机的中国来说 如果能把图160搞到手 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于是中方便开始和乌克兰接触 就购买图160相关事宜达成协议 对于当时刚经历苏联解体经济困难的乌克兰来说 出售图160对他们也有极大的好处 这比买卖可谓是双赢 但当时中国和乌克兰接洽准备购买图160时 乌克兰却突然反悔 把图160轰炸机全部切割拆解 也没有卖一架给中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缘由 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这款图160轰炸机 图160轰炸机别说在当时 就算放在现在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先进轰炸机 能够与之媲美的也只有美国的B-2轰炸机 图160的载弹量高达45吨 它的速度更是达到2.05马赫 这是什么概念 美国的F22战斗机在2.25马赫 也就是说图160作为轰炸机 却拥有着不输战斗机的速度 在这一点上 没有任何国家的轰炸机能做到 美国的也不行 图160还曾经多次开加力甩看美国F35战斗机 除了惊人的速度外 图160的航程也是非常夸张 它的航程超过16000公里 从俄罗斯远东起飞 不需要空中加油 都能直接飞到美国东海岸 给予华盛顿纽约毁灭性打击 并且图160拥有着7300千米的作战半径 可以做到目标数千公里的防空往外实施远程核打机 图160轰炸机是由苏联图伯列夫设计局 以1970年研制 1981年12月19日定型 1987年5月复役 它的问世更是引起了北约组织的高度紧张 更是将图160命名为海盗器 以显示在内心对这种心机型的恐惧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 谁也没想到 在图160服役的四年后 苏联这个钢铁联盟公然倒塌 以至于原计划生产100家的图160 只生产了25家便被迫停产 作为苏联唯一继承者的俄罗斯获得6家 而剩余19家 因驻留在乌克兰的基地 所以全归其所有 正是因为图160的强大性能 所以中国一眼就看中了 这19家图160 对于当时的乌克兰来说 自身的经济实力 根本承担不起 这19家图160的维修费用 如果把它们全卖掉的话 不仅减轻了负担 还能大赚一笔 所以当时的乌克兰 也很愿意把这19家图160卖给中国 虽然乌克兰愿意 但却有其他国家不愿意 正当这笔双赢的买卖 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乌克兰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 想都不用想 这些压力就是来的美国 不光是美国 包括俄罗斯 甚至是印度都在从中作梗 坚决破坏中乌双方的交易 他们谁都不希望中国 获得图160这种战略级别的武器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 乌克兰不得不妥协 这19家图160 中国也没买成 乌克兰的这19家图160 最终以抵债的方式 被俄罗斯拿走8家 而剩下的11家图160 下场却非常凄惨 美国以1500万美金援助作为交换 让乌克兰将剩余的11架 全部拆解 最终这11架图160 全部被乌克兰亲手摧毁 只留了一架160的空壳 放在博物馆展览 这件事也成为了 很多人心中的遗憾 如果当时中国成功购买了 图160轰炸机 会对中国空军 有着怎样的影响 首先明确一点是 购买的并不单单是一架 图160本身 它的技术资料以及图纸 一定是包括在内的 不然后期没办法进行维护 而有了这些技术资料 中国可以研究参物 等这些技术完全被掌握以后 中国也将拥有 自主制造战略轰炸机的能力 虽然目前中国 也有制造战略轰炸机的能力 但是有了图160的技术知识 必然会少走很多弯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自主研制的轰二式轰炸机 应该会像歼二式一样 很早的就进行守飞 并且列装部队 不仅是轰二式 甚至可以在图160的基础上 进行研究改进 制造出远超 图160战略轰炸机 左手持以天剑轰二式 右手持屠龙刀图160 那这江湖岂不是任务型 只可惜没有如果 也没有买到图160 不过也不用太过沮丧 即便没有图160 中国的轰二式 也已经距离亮相不远了 并且它的性能比图160只强不弱 只和美国比尔轰炸机 具备同样隐身能力 并且是轻出于蓝 而胜于蓝 作为一个军迷 对轰二式的亮相 可谓是期待的太久太久了 只希望能早一点见证其真容 同时向这些科研人员们致敬 正是有了他们 才有了如今强大的祖国 找这些科研人员的 研人员和黑幕